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始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的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 夜仿佛止进了油,变成半透明体。 他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西照晚霞隐退后的夜色也带着驼红。 到红霄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逆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 又是一天开始。 这是七月下旬,和中国就历的三福一年最热的时候。 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下。 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 这条法国游船,白拉日龙子绝号正向中国开来。 早晨八点多钟,冲洗锅的三等舱甲板失意未干,但已坐立满了人。 法国人,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说还有中国人。 海风里,早晨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颜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颜霜。 仿佛刚刚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 毕竟是清晨,人的性质还没给太阳晒尾、轰蓝,说话做事都很起劲。 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正为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 彼斯迈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 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演得犹太女人咯咯的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 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固而乐之,因为她几天来,香烟、啤酒、柠檬水沾光了不少。 红海已过,不怕热及引火,所以等一会儿,甲板上零星果皮、纸片、瓶三之外,香烟头定有变处皆是。 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作诗,无不混乱、肮脏、喧哗。 但看着船上的乱糟糟,这船,倚仗人的技巧,载满人的饶嚷,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 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忌的大海。 赵丽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 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陆的青年,赶在暑假初回中国,可以从容找事。 那些不愁没事的学生,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 船上这几位,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彼国等读书,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 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话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他服务。 船走得这样满,大家一片相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呼来了两副麻将牌。 麻将,当然是国际,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 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 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 早餐刚过,下面餐室里,已忙着打第一圈牌。 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人,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有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中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纲。 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其斯文讲究。 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 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质,他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显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 假使,他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靴,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 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就是女人合荤铁上的年羹。 需要考定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 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卷,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欲绝愁苦可怜。 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的,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抱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 她刚会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母亲在她身上牵了一条皮带,她跑不上三四步,就给拉回来。 她母亲怕热,拉得手泪心烦,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书营,不住骂这孩子讨厌。 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便改变宗旨,扑向看书的女人身上。 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方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 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 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 孩子的母亲有些觉得抱歉地拉皮带道。 你这淘气的孩子,去跟苏小姐捣乱,快回来。 苏小姐,你真用功,学问那么好,还成天看书。 孙先生常跟我说,女学生像苏小姐才算替中国争面子,人又美,又是博士,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 像我们白来了外国一次,没读过半句书,一辈子做管家婆子。 在国内念的书,生小孩全忘了。 咸,死讨厌,我叫你别去。 你不干好事,只弄脏了苏小姐的衣服。 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 可是听了这些话,心上高兴,到和气地笑道。 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 他脱下太阳眼镜,和上对着出神的书,小心翼翼地握住小孩子的手腕,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乱擦。 问他道,爸爸呢? 小孩子不回答,睁大了眼,向苏小姐泼泼地吹唾沫,学餐食里养的金鱼吹气泡。 苏小姐,慌得松了手,掏出手帕来自卫。 母亲,忙使劲拉他,嚷着要打他嘴巴。 一面叹气道,哎,他爸爸在下面赌钱,还用说吗? 我不懂为什么男人全爱赌。 你看咱们同传的几位,没一个不赌的昏天黑地,赢几个钱回来,还说得过。 像我们孙先生,输了不少钱,还要赌,恨死我了。 苏小姐听了最后几句小家子气的话,不由心里,又对孙太太鄙夷,冷冷说道。 方先生道不赌。 孙太太鼻孔朝天,出冷气道。 方先生,他下船的时候也打过牌,现在他忙着追求豹小姐,当然分不出功夫来。 人家终身大事,比赌钱要紧得多呢。 嗯,我就看不出,豹小姐又黑又粗,有什么美,会引到方先生,好好二等客人不坐,换到三等舱来受罪。 我看他们俩,要好得很,也许传到香港,就会订婚。 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苏小姐听了,心里直刺得痛,回答孙太太,同时安慰自己道。 那绝不可能,豹小姐有未婚夫,她自己跟我讲过,她留学的钱还是她未婚夫出的。 孙太太太道,有未婚夫,还那样浪漫吗? 我们是老古董了,总算这次学个新鲜。 苏小姐,我告诉你句笑话,方先生跟你在中国是老同学,他是不是一向说话随便的? 昨天孙先生跟他讲赌钱手运不好,他还笑呢,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全部知道法国人的迷信。 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重投奖。 所以,他说,男人赌钱赢了,该引以自卫。 孙先生告诉了我,我怪他当时没质问姓方的,这话什么意思? 现在看来,抱小姐那位未婚夫一定会中航空奖券投奖。 假如他做了方太太,方先生赌钱的手气非好不可。 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粒,或者出谷鱼片里未尽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苏小姐道,抱小姐行为太不像女学生,打扮也够丢人。 那小孩子忽然向他们椅子背后伸了双手,大笑大跳。 两人回头看,正是抱小姐走向这儿来,手里拿一块糖,远远地逗着那孩子。 她只穿飞侠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镂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纸巾。 在热带热天,也许这是最合理的装束。 船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就这样打扮。 可是苏小姐觉得,抱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 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抱小姐说笑个不了。 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成立。 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抱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她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抱小姐早来了,招呼她们俩说, 你们起得真早啊,我大热天,还喜欢揽在床上。 今天苏小姐起身我都不知道,睡得像木头。 抱小姐本想说,睡得像猪,一转念,想说像死人,终觉得死人比猪好不了多少。 所以,向英文里借来那个比喻,她忙解释一句道。 这船走得真像个摇篮,人给她摆得迷迷糊糊只想睡。 那么,你就是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了,瞧,多可爱。 苏小姐说,抱小姐打她一下刀,你,苏东坡的妹妹,才你。 苏小妹是同传男学生,为苏小姐起的外号。 东坡两个字,给抱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坟墓。 苏小姐跟抱小姐同仓,睡得是下铺,比抱小姐方便得多,不必每天爬上爬下。 可是这几天,她嫌恶着抱小姐,觉得她什么都妨害了自己。 打憨太响,闹得自己睡不熟,翻身太重,上铺,像要塌下来。 给抱小姐打了一下,她便说,孙太太,你评评理,叫她小宝贝,还要挨打。 睡得着就是福气,我知道你爱睡,所以从来不声不响,免得吵醒你。 你跟我讲,怕发胖,可是你在船上这样爱睡,我想,你又该添好几磅了。 小孩吵着要糖,到手便咬,她母亲叫她谢抱小姐,她不愁彩。 孙太太只好自己跟抱小姐敷衍。 苏小姐,早看见这糖会而不费,就是船上早餐,喝咖啡时用的方糖。 她比驳抱小姐这种作风,不愿意跟她多讲,又打开书来。 眼烧,却瞟见抱小姐,把两张帆布椅子,拉到距离较远的空处并放着。 心里,心里骂她无耻,同时,自恨为什么去看她。 那时候方红剑也到甲板上来,在他们前面走过,停步应酬几句,问, 小弟弟好。 孙太太爱理不理地应了一声。 苏小姐笑道,快去吧,不怕人等得心焦吗? 风红剑红了脸,傻笑,便撇下苏小姐走去。 苏小姐,明知留不住她,可是她真去了,倒怅然有失。 书上,一字没看进去,耳听得抱小姐娇声说笑,她忍不住一看。 方红剑正抽着烟,抱小姐向她伸手。 方红剑掏出香烟霞来,给她一支。 那支烟,点着了,抱小姐得意地吐口。 烟出来,苏小姐气得身上发冷,想着两个人真不要脸。 大庭广众,竟借烟卷来接吻,再看不过了,站起来,说要下面去。 其实,苏小姐知道,下面没有地方可去。 餐室里有人打牌,卧舱里太闷。 孙太太也想下去问问男人今天输了多少钱,但怕男人输急了,一问,反在自己身上出气,回房仓又有半天吵嘴。 因此,不敢冒昧起身,只问小孩子,要不要下去撒尿。 苏小姐骂方红剑无耻,实在是冤枉的。 方红剑那时候囧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她。 心里怪豹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说她几句。 方红剑虽然现在二十七岁,早定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 父亲是前卿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 他们的县里人,乔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时居其酒。 打铁,磨豆腐,抬轿子。 苏小姐骂方红剑无耻,实在是冤枉的。 方红剑那时候,囧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她。 心里怪豹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说她几句。 方红剑虽然现在二十七岁,早定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 父亲是前卿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 他们的县里人,乔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时居其酒。 打铁,磨豆腐,抬轿子。 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为最出名。 年轻人进大学,以学土木工程为最多。 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 这算他们的民风。 就是发财做官的人,也欠大法。 这县里有个姓周的,在上海开铁铺子发财。 又跟同业的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名叫点金银行。 自己容认经理。 周经理,记起义锦还乡那句成语。 有一年,乘清明节回县去祭祀扫墓,结识本地人士。 方鸿健的父亲是一厢之旺,周经理少不得上门拜访,因此成了朋友,从朋友叛为亲家。 方鸿健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做主,订了婚。 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 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氛围。 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 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 不由自主地对未婚妻厌恨起来。 这样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忽然醒悟,装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 方鸿健国文,曾得老子指寿,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所以这信文周周,没把知乎者也用错。 先生说什么? 而来,而来,触怨恨感,欢寡愁音,怀抱,拥有秋气。 美懒静自照,神寒行销,轻渠非受者像。 且恐我功不悦 周女士或将遗物终身 善望大人垂体下情 善为解灵 无小不仁 而成中天之恨 方红健自以为 这信措辞七晚 打得动铁石心肠 谁知道 父亲快信来痛骂一顿 哦不惜重资 命如千里负极 如埋头攻读之不暇 而有余贤赵敬也 如非妇人女子 何须至今 为黎原子弟 身为丈夫 而对境故隐 为世所见 无不徒 如腐离膝下 已如染恶习 可叹 可恨 且父母在 不言老 如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 以死相赫 丧心不孝 于私而及 当时 如孝男女同学 如堵塞起意 剑意 撕迁 如托辞悲秋 无知如 实为怀春 难逃老夫 动剑也 若执迷不悔 不将停止计款 命如修学回家 明年与乳弟同时结婚 细思无言 甚至怯怯 方红剑下矮了半截 想不到老头子 竟这样精明 盲写回信 讨饶和解释说 镜子是同事学生的 他并没有买 这几天 吃美国鱼竿油碗 德国为他命片 身体精神好转 连也丰满起来 只可惜 要价太贵 舍不得钱 至于结婚一结 悟情到毕业后居行 一来 妨碍学业 二来 他还不能养家 添他父亲负担 于心不安 方红剑的父亲 收到这封信 证明自己的威严 远及于几千里外 得意非凡 性头上 汇给儿子一笔钱 让他买补药 方红剑从此 死心不敢妄想 开始读书本华 常聪明地对同学们说 世间哪有恋爱 压根是升职冲动 转眼 已到大学第四年 只等明年毕业结婚 一天 父亲来封快信 上面说 请得 请得辱岳账电报 信后 又天几句道 塞翁师马 安之非福 十三年前结婚 则此番 吴家破费不滋疑 然吴家 积德之门 苟婚事走完 疏习 或可脱灾严寿 因缘前定 务必过悲 但 辱岳负出 应去一信厌之 方红剑看了 有犯人蒙舍的快活 但对那短命的女孩子 也稍微怜悯 自己既想自由之乐 愿意旁人减去悲哀 于是 想未过门丈人处 争取了一封 未宴的偿信 周经理收到信 觉得 这孩子知理 便吩咐 银行里 文书科王主任 做父 文书科主任 看见原信 向东家 大大恭维 这位 未过门姑爷 文理书法都好 并且对死者 情辞深志 想见 天性极厚 定是个 远道之气 周经理 听得开心 叫主任回信说 女儿 虽没过门 翁绪 名分不改 生平 只有一个女儿 本想 好好热闹一下 现在 把陪价 办喜事的 那笔款子 加上 方家 聘金 为女儿 做生意 所得利息 一共 两万块钱 折合外汇 一千三百磅 给方鸿健 明年毕业了 做留学费 方鸿健 做梦都没想到 这样的好运气 对他死去的未婚妻 十分感激 方鸿健 是个无用之人 学不了土木工程 在大学里 从社会学系 转折学系 最后 转入 中国文学系 毕业 学国文的人 出扬身造 听来 有些滑稽 事实上 没有学 中国文学的人 非到外国 留学不可 因为一切其他科目 像数学 物理 哲学 心理 经济 法律等等 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 早已洋气扑鼻 只有国文 是国货土产 还需要外国招牌 方可维持地位 正好像 中国官吏 商人 在本国 剥修来的钱 要换外汇 才能保持 国币的 原来价值 您正在收听的是 钱中书的小说 《围城》 演播 燕姬轩 白纲 风红剑到了欧洲 既不抄敦煌卷子 又不妨永乐大典 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 更不学蒙古文 西藏文 或泛文 四年中 捣唤了三个大学 伦敦 巴黎 柏林 随便听几门功课 兴趣颇广 心得全无 生活 尤其懒散 第四年春天 方红剑 看银行里 只剩四百多磅 就计划 夏天回国 方老先生 也写信问 方红剑 是否已得博士学位 何日东归 方红剑回信 大发议论 痛骂博士头衔的 毫无实际 方老先生 大不未然 可是 儿子大了 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 去威胁他 便信上说 自己深知 头衔无庸 绝不勉强儿子 但周经理出钱不少 终得对他有个交代 过几天 方红剑又收到 丈人的信 说什么 贤婿 才高学富 名满五周 本不需以博士为夸耀 然 领尊大人 乃前卿孝连宫 贤婿 赐以举扬进士 书籍 可哨 击求 后来居上 余意 欲有容颜 方红剑受到两面加工 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 这一张文凭 仿佛有亚当下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 可以遮羞 包丑 小小一方指 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漏 愚笨 都掩盖起来 自己没有文凭 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 没有包裹 可是 现在 要弄个学位 无论自己去读 或顾枪手带做论文 时间 经济都不够 就进 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 算最容易混得了 但也需要六个月 干脆 骗家里人说是博士吧 只怕哄父亲和丈人不过 父亲是科举中人 要看报条 丈人是商人 要看器具 方红剑想不出办法 准备回家老着脸 说没得到学位 一天 方红剑 到柏林图书馆 中国书编幕室 去看一位德国朋友 瞧见地板上 一大堆民国初年 上海出的期刊 东方杂志 小说月报 大中华 妇女杂志全有 信手翻着一张 中英文对照的广告 是美国纽约 什么克莱登 法商专门学校 韩寿部登的 说本校 建于中国学生 有志留学而无机会 特设韩寿班 将来毕业 给予相当于 学士 硕士 或博士之证书 张承 韩索 集计 通讯处 纽约 第几阶 几号 几支几 方红建 心里一动 想 事隔二十多年 这学校 不知是否存在 反正 去封信问问 不费多少钱 那登广告的人 原是个骗子 因为中国人 不来上当 改行不干 人 也早死了 他住的那间 公益房间 现在租给一个 爱尔兰人 具有 爱尔兰人的 不负责 爱尔兰人的 极致 还有 爱尔兰人的 穷 相传 爱尔兰人的 不动产 是奶和屁股 这位 是个 肖伯纳士 既高且瘦的男人 那两项 财产的分量 就得 打个折扣 他当时 在信箱里 拿到 红箭来信 以为邮差 记错了 但地址 明明是自己的 好奇 拆开一看 莫名其妙 想了半天 快活地 跳起来 忙向 临时 小报记者 借个打字机 打了一封回信 说先生 既在欧洲 大学读书 程度 想必高深 无庸 再经 涵寿手续 只要 寄一万字 论文一篇 附缴 美金五百元 审查及格 立即 寄上 哲学博士文凭 来信 可寄本人 不必写学校名字 署名 Patrick My Honey 后面 自赠了四五个 博士头衔 封红箭看信纸 是普通用的 上面 并没刻 学校名字 信的内容 分明更是骗局 隔下不理 爱尔兰人等急了 又来封信 说 如果价钱嫌贵 可以从长商议 本人肃爱中国 办教育的人 尤其不愿牟利 方鸿箭盘算一下 像 爱尔兰人 无疑在捣鬼 自己买张假文凭 回去哄人 岂非 也成了骗子 可是 记着 方鸿箭 进过哲学系的 撒谎 欺骗 又是 并非 不道德 柏拉图 理想国里就说 兵士对敌人 医生对病人 官吏对民众 都应该哄骗 圣如孔子 还假装生病 哄走了如碑 孟子 孟子 甚至对齐宣王 也撒谎 装病 父亲和丈人 希望自己是个博士 做儿子 女婿的人 好一丝 叫他们失望吗 买张文凭 去哄他们 好比 前清时代 花钱捐个官 或英国殖民地商人 向帝国府库 报效几万磅 换个绝世头衔 光耀门楣 也是孝子贤婿 应有的 成欢养之 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 履历上 绝不开这个穴位 方洪健索性 把价钱杀得极低 假如爱尔兰人不肯 这事就算吹了 自己也免作骗子 蝙蝠信说 只多出一百美金 先计三十 文凭到手 再计余款 此间 尚有中国同学三十余人 皆愿照此办法 向贵校接洽 爱尔兰人起初 不想答应 后来 看方洪健语气坚决 又就近打听出来 美国博士头衔 却在中国时谋 渐渐相信 欧洲真有三十多条 中国糊涂虫 要向他买文凭 他并且探出来 做这种买卖的同行很多 比如 东方大学 东美合众国大学 联合大学 真理大学等等 便宜的 可以十块美金 出卖硕士文凭 神学大学 联加一起奉送三种博士文凭 这都是堂堂立案 注册的学校 自己万万比不上 于是他报 博力畅销的宗旨 跟洪健生意成交 他收到三十美金 印了四五十张空白文凭 填好一张 寄给洪健 父亲催他缴款 和通知其他学生来接洽 洪健回信道 经详细调查 美国并无这个学校 文凭等于废纸 古念初犯 不予追究 希望他悔过自新 汇上十美金 辽充改行的奔钱 爱尔兰人 气得咒骂个不停 喝醉了酒 红着眼 要召中国人打架 这事 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 或定商约以来 唯一的胜利 方红健 先到照相馆里 穿上德国大学博士的制服 照了张四寸相 父亲和丈人处 各记一张 信上千叮万主说 生凭罪恨博士之称 此番未能免俗 不足为外人道 方红健回法国 玩了几星期 买二等舱票回国 马赛上船以后 发现二等舱 只有他一个中国人 寂寞无聊得很 三等的中国学生 觉得他也是学生 而百阔做二等 对他有点敌视 方红健 打听出三等 一个安南人舱里 有张空铺 便跟船上管事人商量 自愿放弃 本来的舱位 搬下来睡 饭还在二等吃 这些同船的中国人里 只有苏小姐 是中国就相识 在李昂研究法国文学 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 白话诗人的论文 新寿博士 在大学同学的时候 苏小姐的眼睛里 未必有方红健这小子 那时候苏小姐 把自己的爱情 看得太名贵了 不肯随便诗语 现在呢 宛如做了好衣服 舍不得穿锁在箱里 过一两年 忽然发现 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 都不时髦了 有些自唱自悔 从前苏小姐 一心要留学 嫌那几个追求自己的人 没有前程 大不了是大学毕业生 而今 她身为女博士 反觉的崇高的孤独 没有人敢攀上来 苏小姐对方红健的家事 略有所知 见她人不讨厌 似乎钱也充足 颇有意利用这航行期间 给方红健一个亲近的机会 没提防苏小姐 同仓的豹小姐 抢了个仙去 豹小姐 生长傲门 据说身体里 有葡萄牙人的血 葡萄牙人的血 这句话 等于日本人 自说有本位文化 或私行改编 外国剧本的作者 声明她的改本 有著作权 不许翻译 因为葡萄牙人血里 根本就混有中国成分 而照豹小姐的身材姑娘 她那位葡萄牙母亲 也许还间接 从西班牙 传来阿拉伯人的血印 豹小姐 先腰一束 正和天方夜坛里 阿拉伯诗人 所歌颂的美人条件 身为瘦 后部重 站立的时候 沉得腰枝酸痛 长节毛下 一双玉眠似醉 含笑 带梦的大眼睛 圆满的上嘴唇 好像 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 抱小姐 那位未婚夫 李医生 不知珍重 出钱 让她一个人 到伦敦学产科 葡萄牙人 有句谚语说 运气好的人生孩子 第一胎 准是女的 因为女孩子长大了 可以打杂 看护弟弟妹妹 在未嫁之前 她父母省得下一个女佣人的工钱 抱小姐 从小被父母拆换惯了 心眼伶俐 明白机会要自己找 快乐要自己寻 所以抱小姐 宁可跟一个 比自己年龄长12岁的人订婚 有机会出洋 英国人 看惯白皮肤 瞧见抱小姐 暗而不黑的颜色 肥腻辛辣的引力 以为这是 道地的东方美人 抱小姐 自信很能引诱人 所以 极快极容易地 给人引诱了 好在抱小姐是学医的 并不当什么一回事 也没出什么乱子 她在英国 过了两年 这次回去结婚 跟丈夫一同挂牌 上船以后 中国学生 打听出抱小姐 领香港政府发给的 大不列颠子民护照 算不得中国国籍 不大去亲近她 抱小姐不会讲法文 又不屑跟三等舱的广东逝者 打相谈 甚觉无聊 抱小姐 抱小姐 看方红健 是做二等的 人还过得去 不失为旅行中消遣的伴侣 苏小姐 理想的自己是 艳如逃离 冷若冰霜 让方红健 悲训地仰慕 而后屈服地求爱 谁知道 气候 虽然每天 华氏一百度左右 这种 又甜又冷的 冰淇淋作风 全行不通 抱小姐 只轻松一句话 就把方红健 勾住了 红健搬到三等的明天 上甲板散步 无意中 碰见抱小姐一个人 背靠着船栏杆 在吹风 便招呼攀谈起来 讲不到几句话 抱小姐笑说 方先生 你叫我想起 我的未婚夫 你相貌 和他相极了 风红健听了 又害羞 又得意 一个可爱的女人 说你像她的未婚夫 等于表示 假使她没订婚 你有资格 得她的爱 可不鬼 也许要这样解释 抱小姐 已经另有未婚夫了 你可以享受 她未婚夫的权利 而不必履行 跟抱小姐 结婚的义务 无论如何 从此 他们俩的交情 像热带 植物那样 飞快地生长 其他中国男学生 都跟方红健 开玩笑 逼方红健 请大家 喝了一次 冰咖啡 和啤酒 方红健那时候 心上 虽怪抱小姐 行为不减 也觉得兴奋 回头 看见苏小姐 孙太太 两张空椅子 侥幸方才烟卷的事 没落在他们眼里 当天晚上 起了海风 船 有点颠簸 十点钟后 甲板上 只有三五对男女 都躲在灯光照不到的 黑影里 鱼鱼情话 方红健和抱小姐 不说话 并肩躲着 一个大浪 把船身晃得厉害 抱小姐也站不稳 方红健勾住她腰 绑了栏杆不走 缠嘴似的吻她 抱小姐的嘴唇暗示着 身体依顺着 这个急忙粗帅的强吻 渐渐稳定下来 长得妥贴顽密 抱小姐顶铃变地 推脱方红健的手臂 嘴里深深呼吸口气道 我给你闷死了 我在伤风 鼻子里透不过气来 太便宜了你 你还没求我爱你 我现在向你不求 行不行 好像一切没恋爱过的男人 方红健把爱字 看得太尊贵和严重 不肯随便应用在女人身上 他只觉得 自己要抱小姐 并不爱她 所以这样语言之无 反正没好话说 逃不了那几句老套 你嘴凑上来 我对你嘴说 这话就一直钻到你心里 省得走远路 拐了弯从耳朵里进去 我才不上你的当 有话思思文文的说 今天够了 要是你不跟我胡闹 我明天 方红健不理会 又把手勾抱小姐的腰 船身忽然一侧 方红健没拉住栏杆 险些带累 抱小姐摔一脚 同时黑影里 其余的女人也尖声叫 哎哟 抱小姐借势脱身道 我觉得冷 谁下去了 明天见 撇下方红健在甲板上 天空凿起了黑云 露出疏疏几颗星 风浪像饕餵吞吃的声音 白天的汪洋大海 这时候全消化在 更广大的婚夜里 趁了这背景 一个人身心的搅动 也缩小 以至于无 只心里一团明天的希望 还未落入渺茫 在广末澎湃的黑暗深处 一点萤火似的自照着 从那天起 方红健 饭 也尝在三等吃 苏小姐对方红健的态度 显著的冷淡 方红健私下问抱小姐 为什么苏小姐近来 爱理不理 抱小姐 小方红健是傻瓜 还说 我猜得出为什么 可是我不告诉你 免得天你娇气 方红健说他神经过敏 但此后碰见苏小姐 欲觉得局促不安 船又过了西兰和新加坡 不日到西贡 这是法国船 一路走来第一个 可夸傲的本国殖民地 船上的法国人 像狗望见了家 气势顿长 举动和声音 也高亢好些 船在下午报案 要停泊两夜 苏小姐 有亲戚在这儿 中国领事馆做事 派汽车到码头上来 接她吃晚饭 在大家羡慕的眼光里 苏小姐一个人先下船了 其余的学生 决意上中国馆子聚餐 方洪健想跟豹小姐两个人 另去吃饭 在大家面前 不好意思说出口 只得随他们走 吃完饭 孙氏夫妇带小孩子先回船 鱼人坐了一回咖啡馆 鲍小姐提议上跳舞厅 方洪健虽在法国 花钱学过两课跳舞 本领并不到家 跟鲍小姐跳了一次 只好藏桌坐着 看鲍小姐和旁人跳 十二点多钟 大家兴近 回船睡觉 到码头下车 方洪健和鲍小姐 落在后面 鲍小姐道 今天苏小姐不回来了 我同仓的安男人 也上岸了 她的铺位 听说又买给一个 从西贡到香港去的 中国商人了 咱们俩今天 都是一个人睡 鲍小姐好像不经意地说 方洪健心中 电光撇过似的 忽然照彻 可是射眼的不敢逼事 周身的血都升上脸来 方洪健正想说话 前面走的同伴回头叫道 你们怎么说话 讲不完呢 走得慢吞吞的 怕我们听见 是不是 两人没说什么 赶声传 大家道声晚安散去 方洪健洗了澡 回到舱里 躺下 又坐起来 打消已起的念头 仿佛 仿佛跟女人怀孕 要打胎一样的难受 也许 抱小姐那句话 并无用意 去了 自讨没去 甲板上 在装货 走廊里 有两个巡逻的侍者 防闲人混下来 难保不给他们瞧见 自己拿不定主意 又不肯死心 忽听得 轻快的脚步声 像从抱小姐 卧舱那边来的 洪健心直跳起来 又给那脚步 纳下去 仿佛一步步 都踏在心上 那脚步 半路停止 心 也给他踏住 不敢动 好一会儿 心被压得 不能更忍了 幸而 那脚步 继续加快地 走进来 洪健不再疑惑 心 也按束不住了 快活地要大叫 跳下铺 没套好拖鞋 就打开门帘 先闻到一阵 抱小姐惯用的 爽身粉的香味 明天早晨 方洪健醒来 太阳满窗 表上九点多了 方洪健想 这一晚的睡 好甜 充实的梦都没做 无怪 睡 叫黑甜香 又想到 抱小姐皮肤暗 笑起来 甜甜的 等会儿见面 可叫她 黑甜 又联想到 黑而甜的 猪骨力糖 只可惜 法国出品的 猪骨力糖 不好 天气又热 不宜吃 这个东西 否则 买一侠请她 正揽在床上 胡想 抱小姐 外面谈仓壁 骂她懒虫 叫她快起来 同上岸去玩 方洪健 梳洗完毕 到抱小姐仓外 等了半天 抱小姐 才打扮好 餐室里 早点早开过 另花钱 缴了两克早餐 那伺候他们 这一桌的侍者 就是管方洪健 房仓的阿刘 两人吃完 想走 阿刘 不先收拾桌子上东西 笑嘻嘻 看着他们俩 伸出手来 手心里 三只女人 夹头发的钗 她打着广东官话 拖泥带水地说 方先生 这是我刚才 铺你的床捡到的 抱小姐 脸飞红 大眼睛 像要撑破眼眶 方洪健急地 按骂自己糊涂 起身时 没捡点一下 同时掏出三百法郎 对阿刘道 拿去 那东西还给我 阿刘道谢 还说 他这人最靠得住 绝不乱讲 抱小姐 眼望别处 只做不知道 出了餐室 方洪健 抱着欠 把发钗 还给抱小姐 抱小姐 生气地 置在地下 说 嗯 谁还要这东西 经过了 那家伙的脏手 这事 把他们 整天的运气毁了 什么事都别扭 坐洋车 拉错了地方 买东西 付错了钱 两人都没好运气 方洪健还想 到昨晚那 中国馆子 吃午饭 抱小姐 定要吃西菜 说不愿意碰见 同船的熟人 便找到一家 门面还像样的 西菜馆 谁知道 从冷盘到咖啡 没有一样东西可口 上内的汤 是凉的 冰淇淋 倒是热的 鱼 向海军陆战队 已登陆了好几天 肉 像潜水艇士兵 会长时间浮在水里 除醋意外 面包 牛油 红酒 无一不酸 两人吃得倒进胃口 谈话也不投机 方红剑 要搏 抱小姐 欢心 便把 黑田 朱古丽小姐 那些轻易的称呼 告诉她 抱小姐 服染道 哼 我就那么黑吗 方红剑 固执地身变道 我就爱你这颜色 我今年在西班牙 看见一个有名的美人跳舞 她的皮肤 只比外国熏火腿的颜色淡一点 抱小姐的回答 毫不合逻辑 也许 你喜欢苏小姐 死于肚那样的白 你自己 就是扫烟囱的小黑炭 不照着镜子 说着 胜利的笑 方红剑要搏 抱小姐欢心 便把 黑田 朱古丽小姐 那些轻易的称呼 告诉她 抱小姐 服染道 哼 我就那么黑吗 方红剑固执地身变道 我就爱你这颜色 我今年在西班牙 看见一个有名的美人跳舞 她那皮肤 只比外国熏火腿的颜色淡一点 抱小姐的回答 毫不合逻辑 哼 也许你喜欢苏小姐 死于肚那样的白 你自己就是扫烟囱的小黑炭 不照着镜子 说着 胜利的笑 方红剑给抱小姐喷了一身黑 不好再讲 适者上了机 碟子里 一块一块像李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尸舍下来的肉 抱小姐用力搁不动 放下刀叉说 我没牙齿咬着东西 这管子糟透了 方红剑再接再厉的斗鸡 咬着牙说 你不听我话 要吃西菜 我要吃西菜 没叫你上这个倒霉馆子呀 做错了事 事后怪人 你们男人的脾气全这样 抱小姐说是 好像全世界每个男人的性格 都经她誓言过的 过一会儿 不知怎样 抱小姐又讲起 她未婚夫李医生 说 李医生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方红剑正满肚子委屈 听到这话 心里作恶 将信教在抱小姐的行为上 全没影响 只好借李医生来讽刺 便说 信基督教的人 怎样做医生 抱小姐不明白这话 睁眼看着方红剑 红剑替抱小姐面前 颤焦豆皮的咖啡礼 加上充米干水的牛奶 说 基督教实界里一条是 别杀人 可是医生 除掉职业化的杀人以外 还干什么 抱小姐 毫无幽默地生气道 呼说 医生是救人生命的 红剑看抱小姐怒得可爱 有意撩拨 他说 救人生命 也不能信教 医学 医学 要人活 救人的肉体 宗教 救人的灵魂 要人不怕死 所以 病人怕死 就得请大夫 吃药 医药无效 逃不了一死 就找牧师和神父 来送终 学医而兼信教 那就等于说 假如我不能教病人 好好地活 至少 我还能教他 好好地死 反正 他请我不会错 这仿佛 药房掌柜 带开棺材铺子 太便宜了 抱小姐 动了真气 瞧你一辈子不生病 不要请教医生 你只靠一张油嘴 胡说八道 我也是学医的 你凭空为什么损人 方洪健慌得道歉 抱小姐让头疼 要回船休息 洪健一路整陪小心 抱小姐 抱小姐只无精打采 送抱小姐回舱后 洪健也睡了两个钟点 一起身 就去抱小姐舱外 谈壁 换抱小姐名字 问她好了没有 想不到 门帘开处 苏小姐出来 说抱小姐病了 吐过两次 刚睡着呢 洪健又羞又窘 敷衍一句 急忙逃走 晚饭时 大家见桌上 没抱小姐 向方洪健打去要人 洪健含含呼呼地说 她累了 身子不大舒服 苏小姐面有得色道 抱小姐跟方先生 吃饭回来害肚子 这时候什么都吃不尽 我只担心 她别生了利己呢 那些全无心肝的男学生 哈哈大笑 七嘴八舌道 谁叫她背了我们 跟小方两口吃饭 小方 真丢人呐 请女朋友吃饭 为什么不挑干净馆子 哎 馆子不会错 也许抱小姐太高兴 弹嘴吃得消化不了 小方 对不对 小方 你倒没生病 啊 我明白了 抱小姐 羞涩可餐 你看饱了 不用吃饭了 哎 只怕餐的不是羞涩 是 那人本来要说熟肉 忽想当了苏小姐 这话讲出来不雅 也许会传给抱小姐 也许会传给抱小姐知道 便摘块面包 塞在自己嘴里嚼着 方鸿健午饭 本来没吃饱 这时候受不住大家的玩笑 不等菜上棋 就跑了 愚人笑得更厉害 方鸿健立起来转身 看见背后站着伺候的阿刘 对自己心照不宣示的眨眼 抱小姐睡了一天多才起床 虽和方鸿健在一起玩 不像以前那样的拖略行孩 也许因为不日到香港 先得把身心收拾长洁 作为捡未婚夫的准备 孙氏一家和其他三四个学生 也要在九龙下船 搭约翰铁路的车 分别在即 拼命赌钱 只恨晚上十二点后 餐室里不许开电灯 到香港前一天下午 大家回国后的通信地址 都交换过了 彼此再会的话 也反复说了好几遍 仿佛这同舟之意 永远忘不掉似的 红健正要上甲板找报小姐 阿刘鬼鬼祟祟的叫方先生 红健自从那天 给阿刘三百法郎以后 看见这家伙就心慌 板着脸 问阿刘有什么事 阿刘说 他管的房仓 有一间没客人 问红健 今晚要不要 只讨六百法郎 红健挥手道 我要他干嘛 三脚两步上楼梯去 只听得阿刘在背后冷笑 方红健忽然醒悟 阿刘的用意 脸都羞热了 上去吞吞吐吐 把这事告诉报小姐 还骂阿刘混蛋 报小姐哼了一声 没讲别的 旁人来了 不便再谈 吃晚饭的时候 孙先生道 今天临别纪念 咱们得痛痛快快 打个通宵 阿刘有个空仓 我已经二百法郎 定下来了 报小姐对红健 轻描地瞧了一眼 立刻又注视碟子喝汤 孙太太 把勺喂小孩子 诺切地说 明天要下船了 不怕累吗 孙先生道 明天找个旅馆 睡他个几天几晚 不行 船上的机器闹得很 我睡不舒服 方红健 给报小姐一眼看的 自尊心 像谢进气的 橡皮车胎 晚饭后 报小姐和苏小姐 异常亲热 勾着手 寸步不离 方红健 全无志气 跟上甲板 看他们有说有笑 不容许自己插口 把话压扁了 都挤不进去 自觉没趣 丢脸 像赶在 洋车后面的 叫花子 跑了好些路 没讨到手 一个小钱 要停下来 却又不甘心 报小姐 看手表道 啊 我要下去睡了 明天天不亮 船就靠岸 早晨 不能好好地睡 今天不早睡 明天上岸的时候 人萎靡 没有精神 难看死了 苏小姐道 你这人 就这样爱美 怕李先生 还会不爱你 带几分憔悴 更叫人疼呢 报小姐道 那是你经验之谈吧 好了 明天到家了 我兴奋得很 只怕下去睡不熟 苏小姐 咱们下去吧 到舱里 舒舒服服地 躺着讲话 对洪剑 一点头 两人下去了 洪剑气得 心头火直冒 仿佛会把嘴里香烟 咸着的一头 都烧红了 方洪剑想不出 为什么报小姐 突然改变态度 他们的关系 就算这样了结了吗 方洪剑在柏林大学 听过明文日本的 斯珀朗格教授的爱情演讲 明白 爱情跟性欲 一包双生 泪而不同 性欲 并非爱情的基本 爱情 也不是性欲的升华 方洪剑也看过 《爱情指南》那一类的书 知道有什么肉的相爱 心的相爱 种种分别 鲍小姐 谈不上心和灵魂 鲍小姐不是变心 因为她没有心 只能算日子久了 肉会变味 反正 自己并没吃亏 也许还占了便宜 没得什么可愿 方洪剑 把这种巧妙的词句 和精密的计算 来抚慰自己 可是失望 遭欺骗的情欲 被损伤的骄傲 都不肯平服 像不倒翁 拿下去 又抚起来 反而摇摆得厉害 您正在收听的是 钱中书的小说 围城 演播 燕姬轩 白纲 明天 东方彩白 船的速度减低 机器的声音 也换了节奏 方洪剑 同仓的客人 早收拾好东西 洪剑还躺着 想跟鲍小姐 后会无期 无论如何 要礼貌周到的送行 阿刘忽然进来 哭丧着脸 向方洪剑讨笑费 洪剑生气道 为什么这时候就要钱啊 到上海还有好几天呢 阿刘哑声告诉 姓孙的那几个人打牌 声音太闹 给法国管事查到了 大吵齐驾 自己的饭碗也砸破了 等会儿就得卷扑给下船 洪剑听着 暗唤侥幸 便打发了他 吃早饭的时候 今天下船的那几位 都垂头丧气 孙太太 眼睛红肿 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 像夏天早晨 花瓣上的露水 手指那么轻轻一碰 就会掉下来 豹小姐 瞧见 伺候吃饭的换了人 问阿刘哪里去了 没人回答他 方洪剑问豹小姐 你行李多 要不要我送你下船 豹小姐疏远地说 谢谢你 不用劳你驾 李先生会上船来接我 苏小姐道 你可以把方先生 跟李先生 介绍介绍 方洪剑恨不得 把苏小姐瘦身体里 每根骨头都捏为石灰粉 豹小姐也没理苏小姐 喝了一杯牛奶 匆匆起身 说东西还没收拾完 方洪剑顾不得人家笑话 放下杯子跟出去 豹小姐头也不回 方洪剑换他 豹小姐不耐烦地说 我忙着呢 没工夫跟你说话 方洪剑正不知 怎样发脾气才好 阿刘鬼魂似的出现了 向豹小姐要酒钱 豹小姐眼泵火星道 伺候吃饭的赏钱 昨天早给了 你还要什么赏 我房仓又不是你管的 阿刘不讲话 首相口袋里半天 掏出了一只发钗 就是那天豹小姐制掉的 阿刘擦地板 三只只捡到一只 方洪剑本想骂阿刘 但看见阿刘 郑重其事地 拿出这么一件法宝 忍不住大笑 豹小姐恨到 你还乐 你乐 你给他钱 我办个字没有 回身走了 方洪剑 放阿刘不甘心 见了李医生胡说 自认晦气 又给阿刘些钱 方洪剑一个人上甲板 闷闷地 看船 靠棒九龙码头 下船的中外乘客 也来了 洪剑躲得老远 不愿意见报小姐 码头上警察 缴夫 旅馆的接客 饶嚷着 还有一群人 向船上挥手巾 做首饰 洪剑想 准有李医生在内 倒要仔细认认 好容易 扶梯靠岸 进港手续完毕 接客地冲上船来 报小姐 扑向一个半秃顶 戴大眼镜的黑胖子怀里 这就是报小姐所说 跟自己相像的未婚夫 自己就像他 真是侮辱 现在全明白了 报小姐那句话 根本是隐忧 一向还自明得意 以为报小姐 有点看重自己 谁知道 有报小姐摆布玩弄了 还要给她暗笑 除掉那句古老的 长白胡子 沉浮的发霉的话 女人是最可怕的 还有什么可说 方洪剑在平栏发呆 料不到背后 苏小姐揉声道 方先生不下船 在想心思 人家撇了方先生去了 没人陪了 红剑回身 看见苏小姐 装扮得鸟鸟亭亭 不知道什么鬼 指使自己说 要奉陪你 就怕没福气啊 没资格呀 方洪剑说这冒昧话 准备碰个软钉子 苏小姐双颊涂的 带胭脂下面 忽然 运出红来 像纸上沁的游子 请客步到满脸 腼腆的迷人 苏小姐 眼皮有些 抬不起事地说 我们 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啊 红剑贪手道 我原说 人家不肯赏脸呢 苏小姐道 我要找家剃头店洗头发去 你肯赔吗 红剑道 妙极了 我正要去理发 咱们理完发 百度到香港 上山瞧瞧 下了山 我请你吃饭 饭后 到浅水湾喝茶 晚上看电影 好不好 苏小姐笑道 方先生 你想得真周到 一天的事 全计划好了 苏小姐 不知道方红剑 只在出国时 传过香港一次 现在方向都记不得了 二十分钟后 阿刘 带了衣包 在餐室里 等法国总管来查过 好上岸 苍洞口 瞥见方红剑 在苏小姐后面 手 绑着苏小姐腰 走向扶梯 不禁又诧异 又佩服 又瞧不起 无法表示 这种复杂的情绪 便 脆的一声 像谭语里 射出一口 浓浓的唾沫 据说 女朋友 就是情人的学名 说起来 庄严些 正像玫瑰花 在生物学上叫做 蔷薇科 木本 副业植物 或者 修妻的法律 术语是 协议离婚 方红剑 陪苏小姐 在香港玩了两天 才明白 女朋友跟情人 事实上 决然不同 苏小姐 是最理想的 女朋友 有头脑 有身份 态度 相貌 算得上 大家闺秀 和苏小姐 同上 饭馆 戏院 并不失 自己的面子 他们俩 虽然十分亲密 方红剑 自信 对苏小姐的情谊 到此而止 好比 两条平行的直线 无论彼此 距离怎么近 拉得怎么长 终何不拢来 成为一体 只有九龙上岸前 看苏小姐 害羞脸红的一刹那 心忽然软得 没力量跳跃 以后便没有这个感觉 方红剑发现 苏小姐有不少小孩子脾气 苏小姐会顽皮 会娇吃 这是方红剑一向没想到的 可是不知怎样 方红剑老觉得 这种小妞腔 跟苏小姐不顶配 并非因为苏小姐年龄大了 苏小姐比抱小姐 大不了多少 并且当着心爱的男人 每个女人 都有返老还童的绝迹 只能说是品格上的不相宜 譬如小猫打圈 追自己的尾巴 我们看着好玩 而小狗也追寻过去的 回头跟着那短尾巴 绝乱转 就风趣减少了 那几个一路同传的学生 看小方才去了 抱小姐 早换上苏小姐 对方红剑打去个不亦乐乎 苏小姐做人极大方 传到上海前那五六天里 一个字没提到抱小姐 苏小姐带人接物 也温和了许多 方红剑 并没有向她谈情说爱 除掉上船下船 走跳板时 扶苏小姐一把 也没拉过她的手 可是苏小姐 偶然的举动 好像和方红剑 有比求婚 订婚 新婚 更深远悠久的关系 苏小姐的平淡 更是方红剑一句 觉得这是爱情 超热烈的安稳 仿佛季风后的海洋 波平浪静 而底下 随时潜伏着 汹涌翻腾的力量 香港开船以后 方红剑和苏小姐 同在甲板上 吃香港买的水果 方红剑 吃水蜜桃 耐心地撕皮 还说 桃子 为什么不生得像香蕉 剥皮多容易 或者 干脆像苹果 用手帕擦一擦 就能连皮吃 苏小姐 剥几个鲜蜜汁吃了 不再吃什么 愿意替方红剑剥桃子 方红剑 无论如何不答应 桃子吃完 他两脸两手 都挂了幌子 苏小姐 看着方红剑笑 方红剑怕桃子汁 弄脏裤子 只伸小指头 到袋里去勾手帕 勾了两次 好容易勾出来 正在擦手 苏小姐声音 含着惊怕弦舞蹈 哎哟 你的手帕 怎么那么脏 真亏你 这东西 擦不得嘴 拿我的去 拿去 别推 我最不喜欢推 风红剑 张红脸 解苏小姐的手帕 在嘴上浮着 抹了抹说 我买了一搭新手帕上船 给船上洗衣服的人 丢了一半 我因为这小东西容易医师 他们洗得又慢 只好自己洗 这两天上岸玩 没工夫洗 所有的手帕都脏了 回头去洗 你这块手帕 也让我洗了还你 苏小姐道 谁要你洗 你洗也不会干净 我看你的手帕 根本就没洗干净 上面那油腻斑点 怕还是 马赛一路来留下的纪念 不知道你怎么洗的 说实 痴痴笑了 等一会儿 两人下去 苏小姐捡一块自己的手帕 给方红剑倒 你暂时用着 你的手帕 交给我去洗 方红剑慌得连说 没有这个道理 苏小姐挪嘴道 你真不爽气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快给我 红剑没法 回房仓 拿了一团皱手帕出来 求饶术似的说 我自己会洗啊 脏得很 你看了 要咸的 苏小姐夺过来 摇头道 你这人怎么拉他到这个地步 你就把这东西 擦苹果吃吗 方红剑 为这事 整天惶恐不安 向苏小姐 谢了又谢 反给他说 婆婆妈妈 明天 方红剑 替苏小姐 搬帆布椅子 用了些力 衬衫上 蹦脱两个鸟子 苏小姐笑的 小胖子 叫他回头 把衬衫换下来 交给自己 钉鸟子 方红剑 抗议无用 苏小姐 说什么 就要什么 他只好服从苏小姐 善意的独裁 方红剑看 大事不佳 起了恐慌 洗手帕 补袜子 缝钮扣 都是太太 对丈夫进的小义务 自己 凭什么享受 这些权利呢 享受了丈夫的权利 当然证明定分 该是她的丈夫 否则 苏小姐 为什么肯尽这些义务呢 难道自己严动 又可以给苏小姐 误认为丈夫的地方吗 想到这里 方红剑毛骨悚然 假使订婚戒指 是落入圈套的象征 扭扣 也是扣留不放的预兆 自己得留点神 幸而 明后天就到上海 以后 便没有这样接近的机会 危险可以减少 可是 这一两天内 方红剑和苏小姐 在一起 不是怕袜子 忽然磨穿了洞 就是担心 什么地方的扭子 脱了线 方红剑知道 苏小姐的效劳 是不好随便领情的 苏小姐 每钉一个扭扣 或补一个洞 自己良心上 就增一分 向苏小姐求婚的责任 终日关系 一天坏似一天 传上无线电的报告 使他们忧虑 八月九日下午 传到上海 侥幸战事并没发生 苏小姐把地址 给方红剑 要她去玩 方红剑满嘴答应 回老家看望了父母 一定到上海 来拜访苏小姐 苏小姐的哥哥 上船来接 方红剑躲不了 苏小姐把方红剑 向她哥哥介绍 苏小姐哥哥 把方红剑打量一下 急客气地拉手道 久仰久仰 红剑心里想 糟了糟了 这一介绍 就算经她家庭代表 审定批准 做候补女婿了 同时奇怪 苏小姐哥哥说久仰 准是苏小姐从前 常向她家里人 说起自己了 又有些高兴 方红剑辞了苏氏兄妹 去捡点行李 走不到几步 回头 看见哥哥对妹妹笑 妹妹红了脸 又像喜欢 又像生气 直到 在讲自己 一阵不好意思 忽然 碰见方红剑兄弟彭图 原来上二等去找方红剑了 苏小姐海关有熟人 行李免查放行 方氏兄弟还等着检查呢 苏小姐特来跟红剑 拉手叮嘱 再会 彭图问是谁 红剑说 姓苏 彭图道 啊 就是 法国的博士 报城见过的 红剑冷笑一声 鄙视女人们的虚荣 草草把查过的箱子离好 叫了汽车 准备到周经理家 去住一夜 明天回乡 彭图 在什么银行里 坐航员 这两天风声不好 忙着搬仓库 所以半路下车去了 红剑叫他打个电报 到家里 告诉明天搭第几班火车 彭图觉得 这钱浪费得无味 只打了个长途电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钱中书的小说 围城 演播 燕姬轩 白纲 方红剑 帮红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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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帮红剑 一根在西兰买的 象牙饼藤手帐 送爱打牌 而信服的帮母 一支 法国货 女人手提袋 和两张 西兰的备叶 送他十五六岁的小舅子 一支德国货 自来水笔 帮母 又想到死去五年的女儿 伤心落泪道 唉 书英 假如活着 你今天刘洋博士回来 他才高兴呢 周经理 耿着嗓子 说他太太老糊涂了 怎么今天快乐日子 讲那些话 红剑脸上严肃沉郁 可是满心惭愧 因为 这四年里 方红剑从未想起 那位未婚妻 出阳时 丈人给方红剑 做纪念的那张 未婚妻大照相 也搁在箱子底 不知退了颜色没有 方红剑 想赎罪补过 反正明天搭十一点半 特别快车 来得及去万国公墓一次 便说 我原想明天一早 上他的坟 周经理夫妇 对红剑的感想 更好了 周太太 领方红剑 去看今晚睡的屋子 就是书英 生前的房 梳妆桌子上 并放两张照相 一张是书英的遗容 一张是方红剑 自己的博士照 方红剑看着发呆 觉得 也陪书英双双死了 萧条暗淡 不生身后魂归之感 吃晚饭时 丈人知道 红剑下半年 职业尚无着陆 安慰他说 这不成问题 我想 你还是在上海 或南京 找个事 北平 形势凶险 你去不得 你回家两个礼拜 就出来住在我这 我银行里 为你挂个名 你白天去走走 晚上 教教我儿子 以免找机会 好不好 你行李也不必带走 天气这样热 回家 反正得穿中国衣服 红剑真心感激 谢了丈人 丈母提起他婚事 问他 有女朋友没有 方红剑忙说 没有 丈人说 我知道你不会有 你老太爷家教好 你做人规矩 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 没有一个好结果的 丈母道 红剑这样老实 是找不到女人的 让我为他 留心做个媒吧 丈人道 你又来了 他老太爷老太太 怕不会做主 咱们管不着 丈母道 红剑出洋花的 是咱们的钱 他娶媳妇 当然不能撇开 咱们周家 红剑 对不对 你将来新太太 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 我这话说在你耳朵里 不要有了新亲 把旧亲忘个干净 这种没良心的人 我见得多了 红剑只好苦笑道 放心 绝不会 心里对苏小姐言子说 听听 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 亏得我不要娶你 方红剑小舅子 好像接着方红剑心声的话说 红剑哥 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 你认识她吗 方红剑惊骇得几乎饭碗脱手 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 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 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 怎么心头无声息的密语 全给他听到 方红剑还没有回答 障人说 是啊 我忘了 孝成 你去拿那张报来 我收到你的照相 就叫文书科王主任 起个新闻稿子 去登报 我知道 你不爱出风头 可是 这是有面子的事 不必隐瞒 最后几句话 是因为红剑变了脸色而说的 丈母道 这话对 赔了这许多本钱 为什么不体面一下 红剑已经羞愤得脸红了 到小舅子把报拿来 结果一看 加耳根连脖子 竟背脊红下去 直到脚跟 那张是七月初的互报 教育消息栏里 印着两张小照 铜板模糊 很像鸡坛上拍的 鬼魂照相 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 政务院参事 苏洪业女公子文丸 在里昂大学 得博士回国 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 要多一倍 说本部商界文人 点金银行总经理 周后卿 快续 方鸿剑 由周军 资送出洋深造 留学英国伦敦 法国巴黎 德国柏林各大学 经研政治 经济 历史 社会等科 莫不成绩优良 名列前茅 请由德国克莱登大学 荣寿哲学博士 将赴各国游历考察 秋凉回国 闻各大机关 正争相礼聘云 红剑恨不能把报一丝两半 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 饿着 看还记得出多少 开履历用的肉麻工事 怪不得苏小姐哥哥 见面了要说酒呀 怪不得彭徒 听说姓苏 便知道是留学博士 当时还笑苏小姐俗套呢 像自己这段新闻 才是登籍加冕的恶俗 臭气熏的读者 要摁住鼻子 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 自己算什么 在船上 从没跟苏小姐 谈起学位的事 苏小姐看到这新闻 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 德国 哪里有克莱登大学 写信使 含浑地说得了学位 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 武断是个德国大学 给内行人知道 岂不笑歪了嘴 自己就成了骗子 从此无面目见人 周太太看方红剑 捧爆老遮着脸 笑对丈夫说 你瞧 红剑多得意 那条新闻看了几遍 还不放手 笑成顽皮道 红剑哥在仔细认 那位苏文婉 想娶她来 代替姐姐呢 封红剑忍不住道 别胡说 好容易克制自己 没把报纸 置在地下 没让羞愤露在脸上 可是 嗓子都杀了